被诅咒的TVB笑声们!当年力捧到够够力的奥运六星,竟然没有人拿过失地!剩下这两个还在演些烂角色。 当年一次排开都是率线肉的奥运六星,陈建峰、黄宗泽、马国明、李诺里、吴卓西、林峰,应该是一个受诅咒的组合,在TVB的降旧,声上一线拍了多不知都合适地如园。 如今年无限颁奖礼,马国明一如所料再次成为陪跑没能拿下失地荣誉。 今年,有网民提起2004年雅电奥运,被无限安排组成的奥运六星,除了马国明外,其余五人包括林峰、黄宗泽、李诺里、吴卓西及陈建峰等,尽管他们被无限力捧并担当男主角,依然跟势地擦肩而过。 当年被守瞩目的奥运六星,如今只剩下马国明及黎诺里,继续为无限卖命。 智隔十四年后,这些奥运六星如今各自发展到怎样呢?马上来看看。 林峰 一离开无限,在奥运六星之中,林峰是发展最初中的一个,从事歌影师三线发展。 五年内四度在红馆举行演唱会,曾经夺得金曲金奖,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手。 算一算他曾经演过的剧集,即使他已经六次角逐世帝宝座,可惜依然与世帝无缘。 2014年的使徒行者,虽然抱Seed一角大手欢迎,但林峰已经决定离朝加盟英皇。 马国宁 马国宁由1999年效力无限至今,虽然在聚集都市但正做男一,不过多次在台庆颁奖里做冷板凳,被网友封为陪跑狼。 他凭Oncore36小时入选是第最后五强,但最终只赢得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奖。 李诺尔 李诺尔的事业发展一般,让观众留下印象深刻的角色不多,直到2012年拍爱回家平马撞搞笑的形象赢得网民欢心, 也成为他的代表作。 他早在03年的剧集《当四叶草碰上剑尖时》,已担任男主角。 不过李诺尔在前年跟07年落选港节里结营结婚,岳父经营美容生意,身家丰厚,而李诺尔更被称为五一副马。 黄宗泽 一离开无限,黄宗泽在幕后玩家,已尖导出之的秦升海一角,深受观众喜爱。 他多年来在《我的野蛮奶奶》、《前行狙击》及《护花威情》等剧集,也让他人气不断上升,更跟林峰一样割影视三线发展。 在2008年的电影《大四喜》及2012年的电影《等我爱你》更担任男主角。 但在台庆颁奖里,黄宗泽至今只在05年赢过《飞跃进步男议员》及11年的《非凡风采男议员》奖项。 吴卓西,已离开吴县,曾经为力捧小生之一的吴卓西,最为人熟悉的作品有《雪景雄心》、《雪景初更及雪景狙击及冲上云霄》系列。 其实他是舞蹈一员出身的,当年因为桃色风波而被无限雪藏一阵子,之后发展都算不错。 他离开了TVB结束17年宾著关系,现实主攻大陆拍剧。 但说到台庆颁奖里,却制了04年的《大唐双龙转》,赢得飞跃进步男议员。 陈建峰,已离开吴县,在03年平律政新人王展露头角的陈建峰,让他成为吴县热胖的当红小生。 他是奥运六星之中最早离朝外闯的男艺人,在2010年约满后到内地发展,凭剧集美人心计在内地闯出名堂,更被誉为史上最帅皇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